好几位住在美国的海地人 知道了慈祭的街头劝募行动 主动地来到慈祭美国总会 希望加入劝募的行列 为自己的祖国尽一份心理 来自海地的苏西 身穿慈祭志工服 手举募款标语牌 和慈祭志工们一起在洛杉矶的购物中心 诚恳地呼吁往来民众 一起帮助遭强政袭击的海地 海地强政的消息传来 能说法语的苏西和哥哥丹尼尔 主动来到美国总会 表示可以提供语言 或是行动方面的协助 他们也加入慈祭人 街头雀募的行列 丹尼尔兄妹感激慈祭人 不分种族国界 对海地人伸出援手的大爱精神 不但自己投入志工行列 更邀请了许多朋友 其中有些人的亲友还在海地 本身活跃于海地人社区的克劳德 非常希望有机会和慈祭合作 一起救助同胞 大家虔诚祈祷 希望海地人的苦难能早日得到福威 大爱新闻 曾多文 林业航 美国洛杉矶报道